下面我们来进行的是后备圆筒的热音力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更改一下工作的名称 然后我们来更改一下工作的标题 输入工作标题之后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定义一下单元类型 在这里我们来定义的是 选择A的添加 选择定义186号单元 然后再选择186号单元 然后点击OK 然后我们来更改一下186号单元的选项 我们把它用到KR 设置为Reduce the Integer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参数 我们来输入几个参数值 可以在参数式对话框里面 或者直接在命令框里面输入都可以 下面我们来设置一下材料 定义一下材料的性能 然后选择热 选择Conduct 然后是ISO Tropic 将KXXO文章中输入3 然后点击OK 再次新建一个组材料 然后是设置一下 AuthTr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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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关闭材料 输入弹性模量和播送比 播送比是0.3 然后点击OK 接下来 我们设置热 找到Strike这儿 Zomino Expansion AuthTropic 我们来输入ALPX是1.4351的负物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关闭材料设置对话框 下面我们来建立一下集合模型 首先我们来创建扇形 屏幕翻白之后 我们来进行对它进行网格的划分 选择 选择Menu Size 然后是Google Size设置 打开的Size设置到框中 我们将它的段数设为6 然后点击OK 我们就可以进行网格划分了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Pick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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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T Free 在这里输入PickO 在这里进行网格划分 网格划分完成之后 我们来继续创建 再次创建 一个扇形的T 同样我们对新设置新创建的扇形 对它进行网格划分的设置 注意首先是设置一下它的材料和它的属性 再输入2 就是我们2号三行 点击OK 然后是材料是2 然后是单元类型编号 186 点击OK 接着我们来进行网格划分 PickO 是划分新的 这样是网格划分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来设置一下编辑条件 选择接点X方向上 等于IR的所有的节点 点击OK 让我们来给它施加一个温度的载荷 就是我们刚才使去的所有节点的温度 设置为-1 然后我们来再次打开实际条件框 然后是X方向所有等于OR的所有的节点 然后选择的约束 选择的温度是0 完成之后点击OK 我们来失去所有 我们更改一下工作的平面 再次打开实际条件框 我们选择Node Attached Tool Element from 4 然后点击OK 然后继续 再次打开实际条件框 这一次我们来失去的同样是节点 通过位置Z方向 Reselect 点击OK 顺着节点实际完整之后 我们来添加位置的约束 对于刚才实际条件的Z方向 将它进行约束 登录址 收约 到爹 继续 让我们来分组 定义参考编号 我们可以设为1 然后自由度 接下来我们再次打开失去第二框 失去Attach to Element的所有节点 点击OK 同样是选择通过刚才的节点 选择节点 外方向 然后点击OK 外方向所有等于令人节点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 载号 同样是作用于它的位移的载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选择 点击之后会弹出来失去的第二框作用于节点 我们选择直接选择Po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刚才直接选择了 然后这次限定的是UY方向 UX方向是零 再次打开 然后是 实价 实价的约束 作用于元素 同样Po之后 然后是我们来输入 E 然后点击OK按钮 设置完成之后下面我们来进行求解 求解的设置阶段 首先 我们来将MultiField 多长改为 on 然后点击OK 然后同样是选择MFSSingleCod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设置 让我们来设置 然后是Order 弹出来MSFSSolutionOrderOption 然后我们来选择选择E2 然后时间设置 我选择Time Center 然后是选择所有 再次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然后我们选输入0.5 然后点击OK 然后选择 然后我们选择Solution 然后选择Solution 下的MultiField 然后选择T 这次参用设置为Window121 然后点击OK 然后选择 分析的类型 再次我们选择Static 点击OK 然后是设置分析的选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选择新的分析 然后是分析的选项 在这里我们将EQSLV Equation Server 更改一下求解器为CG 接着我们来进行打开一下Capital 我们来设置将列表框中选择2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求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确认完成之后我们来读取一下结果 Theminal 1 RTH 然后点击确定之后读入结果之后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LastSet最后一步的结果 最后的求解结果 然后是选择失去单元通过属性 来读取ELEMENT 然后是BY ARTRIBUTELEMENT TRIBE NUMBER 然后是选择1 1号 from4 然后点击OK 接着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一个温度 首先查看一下温度分布的等值线图 然后我们来进行设置一下输出的选项 然后选择ELEMENT TRIBE NUMBER 然后选择ELEMENT TRIBE NUMBER 然后输入2 我们来查看一下 2号的它的一个 注意选择在这里我们选择Opener的输出选项 我们选择的是Google全局的援助作标系 其他的采取默认 然后我们更改一下工作平面 输入我们的坐标系的编号是1 然后打开实际对话框 我们失去节点 然后获取结果树枝 然后选择是Result Data 然后是Google Messures 然后点击OK 再次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Get多多Data对话框 我们来选择压力Z方向上的 然后是SzMax最大的 然后选择的值是最大的值 然后点击OK 读入之后我们打开GetScareData 然后再次来进行选择结果数据 然后是Google Messures 然后这次来选择的是最小值 然后输入名称SzMin 提取它的最小值 然后注意我们下面的时候选择是最小值 然后点击OK 我们再次来读取 OK 然后是Sy方向的 然后是最大值 然后选择最大值点击OK 然后是 外方向上的最小值 好现在我们来看查看 来进行运突的方式来显示 显示Z方向上的应力 的分布的等值线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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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